也没想到能够最后就是能够四不零赢一下比赛吧 也是打之前上场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11点吧 好像然后也没有去在在意这个时间 就是掌握好自己的节奏 然后确实没想到能够四不零赢 然后跟其实跟陈彤同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就是你今天之前赛前的备战 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对跟陈彤同打了很多次 但是视频赛是第一次嘛 然后通过一个封闭训练 我觉得可能每个对手他的能力实力很多 技战术方面有变化有进步 所以自己会把对方想的能力进步很多 这种困难准备很充分吧 然后也是放平心态去拼他 现在就直接进入到明天的比赛了 怎么准备明天吧 因为这视频赛就是一天一天往下过呗 对能第二天还有比赛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所以明天就是全力去拼对手 然后也是跟孟姐 我觉得做好自己一分一分去拼他 然后能够专注到比赛当中就可以了